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再次回來美的方程式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Fiance Chan 其實說起冬天很多時候手腳會冰冷 還有很多時候會乾燥 所以今天這個環節我們請到一個 主義美甲師Eva 就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怎樣令我們的手手腳腳仍然滋潤 因為很多時候都很容易乾燥 最近秋冬會比較乾燥 Eva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冬天手手腳腳也不曬 也不需要怎樣打理 其實很多人會有很多錯誤的觀念 也會有的 其實冬天我們都要做一些小動作 幫助自己去保護皮膚 例如買一些防曬產品 手、臉都需要塗上 除了不要是臉之外 原來手也要塗防曬 手也要塗防曬 手也要塗防曬 一會兒可能紫外乾打下來 整整一下手也會變黑 沒錯 除了防曬我們要留意之外 還有甚麼要留意呢 其實要留意我們平時洗手 不可以在家時時洗得太頻密 因為時時洗手 我們皮脂腺上的油脂 會經常被水沖走 我們又沒有那麼快 分泌適當的油脂 在皮膚上 變得會比較乾燥 建議洗完手後 馬上塗上手霜 OK 即是說 不好是否是就去洗手了 當然有需要的時候 就要徹底洗乾淨手 以免細菌感染 但洗完手後 剛才你講了一件很適合的 就是一定要塗防曬霜 很多時候都比較懶不塗 其實塗防曬霜也有些技巧 對 因為一般人塗防曬霜 他們只會著重手背和手掌 但是很著重這些位置的時候 關節它們會漏了 我們會多些按摩關節位置 直到按摩完幾分鐘的時候 它會慢慢幫助你吸收 但起碼如果真的要快速的話 都要盡量塗一下 褲口位那些都要塗一下 很多時候這些位置就會很乾熱 對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提示要告訴我們 我們一般睡覺之前 可以塗上手霜 我們可以戴上棉手套 睡覺 這是冷人的方法 我平日塗不夠的時候 我會在睡覺的時候吸收 那也不錯 整晚留場的時間 真的不斷地可以慢慢吸收 沒錯 我知道你今天也帶了一些 家裡的DIY方法 可以令到除了一隻手 可以滑一點之餘 還有滋潤的效果 對 我們今天帶了一些DIY的手部護理產品 我們這一支產品 一般超市都可以買到的 這個是糖 蜜糖 還有一個檸檬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會先用砂糖 先濕了手 洗濕了手之後 可以用砂糖去代替 我們美甲店的磨砂 磨砂步驟 濕了水之後 用砂糖 輕按走關節位的 黑色素 例如角質層 不要多餘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選用檸檬 檸檬我們會準備一盆水 放半個檸檬汁 泡手 軟化皮膚 最後會敷蜜糖 蜜糖可以幫我們滋潤 秋冬很適合 通常多久時間 如果敷的話敷5至10分鐘 那也很方便 對 但最好敷了手套 會不會黏黏黏的吧 對 整個屋都很不同 對 我想起做得左手來 又做不到右手 對 這似乎真的很方便 而且很天然的成分 但當然做到這當然好 但很多時候我覺得 嗯 很瘋狂 比較麻煩一點 那其實呢 又可不可以去美甲店 做一些手膜的護膚呢 其實可以去我們美甲店做的 一般我們有個手布 手納的東西 手納護膚 也是我們美甲店才會有 可能在家裡未必會買到一些儀器 去做 OK 今天跟我們做一個示範 究竟怎樣呢 可以令到做手膜的時間 又方便 亦都看到程序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片段 我要先跟你做一個消毒 現在我先做一個消毒 做完消毒的程序之後 我會先做一個磨砂 用木棒等你用小份量磨砂 需要濕一點水 搓勻它之後 會磨一分鐘左右 如果覺得太乾的時候 可以再拿一點水 注意我們的關節位置 因為關節位置 會有些黑色素 吃著在關節的節位 我們可以留意 多磨幾下這些位置 OK 不需要太用力 因為磨砂的時候 沙粒會令你 太大力的話 會有粗糙的效果 會有點痛的 大概磨完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濕紙巾 抹乾淨它 好 來回抹兩次左右 等沙粒走完之後 我們會再做一個按摩程序 這個按摩程序 用乾毛巾 先拿起手 替你抹乾它 抹乾淨它 我們磨完沙後 我們會使用這個按摩箱 分量不需要太多 如果不足夠可以再拿 按摩箱 按摩箱後 我們需要加一個按摩油 幫助按摩的時候 不會有絕的感覺 搓均勻它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五分鐘的按摩 首先我們會按 手入內側的根部 接著去到手外側 來回做三下左右 好 之後的步驟是骨與骨之間的 每個關節位置都會做一次的 好 下一個步驟就是手指 手指我們打圈 由手指尾開始 出按摩 去到無名指 這個步驟如此類推 可以集中在關節位置按多幾下 我們的護膚產品 按摩可以幫助你吸收 保濕皮膚 讓它不會太乾燥 現在秋冬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很乾 按摩就幫助血液循環 按完手指之後 我們會再做手掌 按手掌的位置 大概按四、五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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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個 我們所謂雞腿位置 舒緩回手掌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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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完之後 我們先放在模特兒的手掌 準備護膚程序的產品 這個是面膚 你會敷在模特兒手掌 大概敷十分鐘左右 它會有效吸收 因為剛才我們按了五分鐘之後 它毛孔擴張了 這個護膚的手膜 它會在五分鐘之內吸收 完全令到皮膚足夠水分 擦薄薄一層 先翻一翻手 擦薄薄一層已經足夠了 我們需要包一個保鮮紙 謝謝 靜待五分鐘 還有一個手套 另外加上去 幫助它吸收 剛才也看到Eva說 我們示範了手膜 主要是怎樣做手膜按摩 其實這個時候要多點自己做按摩也是好的 對 趁這個時間吸收 我們要補濕 當然要多久做一次好一點 我們Facial經常說 做面膜就最好有空在家做 或者一個星期就起碼做一次 手膜又要多久做一次比較適合 其實手膜我們需要兩至三星期保養 即是兩至三星期 每次其實做多久 每次手膜其實可以很快 九個字之內已經完成整個程序可以走 即是45分鐘也不錯 除了手膜之外 甚至乎指甲的位置 都可以幫助補濕和滋潤 沒錯 幫助補濕 不僅僅皮膚那麼簡單 可以補濕 甲邊的死皮 那些位置 因為很多時候都很容易會生刀刺 還有很多死皮走出來 是的 是不是現在都比較多的 顧客都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秋冬的時候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秋冬的時候 他們特別需要去做手部護理 但其實一般人覺得 只是冬天才需要做 但是其實夏天也不可以忽視 所以過了冬天之後 夏天我們也需要去做 簡單來說 一年365天你都不可以忽視 每分鐘的幼紋 好像我們的面部一樣 走出來的時候 你要把它收起來就很難了 沒錯 其實剛才你也說得很對的 有時候特別說 人家說手部好像是第二張念 是女士的第二張念 你只懂得保養臉 但是手拿出來 給別人看感覺好像很老 變成好像出來做事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好 是的 還有別人跟你騙手 或者拖手的時候 都覺得滑哩哩的感覺 都會開心一點 嗯 好了 其實說完手部的重要性 大家千萬不要忽略 說開手 當然不能忽視腳部 其實腳部也是這麼重要的吧 護理 腳部一樣重要的 因為我們夏天時時穿涼鞋 暴露在陽光 還有這個 譬如陽光曬到的時候 暴露出來皮膚的死皮會增厚 涼鞋很多時候 令到皮膚會很乾燥 穿了出來 因為腳的皮膚會很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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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皮膚會很乾燥 令到皮膚會很乾燥 所以其實手要漂亮 腳也要漂亮 腳也要漂亮 腳又可以怎樣護理呢 腳跟手的分別差不多 我們也會做腳部護理 磨砂 按摩 保濕 即是都是全套服務這樣做的 是嗎 我也知道今天你又帶了 做了一個示範給我們看 究竟原來腳部按摩 又可以怎樣做 不如我們看看片段 我們今天做腳部護理 首先用一個腳部專用的消毒粉 浸五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會準備一個腳部磨砂 稍微涼 放一點點放在手心 濕一點水 先把腳踩上來 可以了 踩到下方 輕按 先按腳關的位置 然後按 我們經常會有一些黑的腳關節 腳面 再由腳趾尾打圈按 去到腳趾公為止 按完腳面之後 就會到腳板 腳趾要留意 這些位置很多時都會有死皮 角質層 如果太乾我們會再加一點水 重複再推一次 按大約一分鐘左右 下水 我們需要清潔黃沙 清潔完之後 腳上來 引乾它 我們會準備一個腳部專用的按摩箱 再加一個按摩油 搓勻 好 先塗勻腳部 開始按腳小腿肌肉為止 來回按兩至三次 要注意力度 按完小腿肌肉為止之後 我們會按腳面的位置 很多時候 女士們他們腳面也有很多紅筋 血管凸出來 我們會多按按摩的時候 就會減少這個情況出現 去到按腳趾尾打圈 直至去到腳趾公 按摩 按摩大約五至十分鐘左右 按摩大約五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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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先把腳趾公開 先把腳趾在旁邊 踩在這裡 塞毛巾 清潔 先把腳部 先把腳趾在旁邊 我們再需要用一個 腳部的Mass 敷一層薄膜 這個Mass 可以幫助它保濕 滋潤 大概敷五至十分鐘 塗完之後 我們需要用保鮮紙 保鮮紙 包好它之後 大概需要停留五分鐘左右 其實都看到這條影片 告訴你 其實腳部護理也是很重要 而且不僅僅是腳跟 甚至乎 其實可能我們的小腿 都要按摩 才可以做到全套服務 沒錯 這個時候 是否大概兩至三個星期 做一次會比較好 一般都是兩至三個星期 做一個保養 不如索性 一次過來到你們的美甲店 又做完手 又可以同時做為腳 省時間也不錯 是啊 其實都要留意 我們很多時候 剛才你說 夏天 要穿涼鞋 就會很容易死皮暴露 原來穿高跟鞋 其實都會影響很多 關於 你見到我們的顧客 會容易 腳型都沒那麼漂亮 其實一般 我都看到一些女士 穿高跟鞋太多 她的腳的屈 其實是穿歪了 需要去看醫生做手術 去做腳趾外返的事情 但一般穿太多 高跟鞋 除了有腳趾外返的情況之外 她會有賺甲的情況 賺甲的情況 一般來說 有兩個原因 可能她出去美甲店 給美甲師 未經過專業訓練的時候 剪壞手勢 變成賺甲 而可能她自己在家 不懂得修剪 都剪得不好 就變成賺甲 穿高跟鞋 受壓的時候 也會有可能 真的要很留意 很多時候 我都看到人們穿高跟鞋 特別尖的 會容易內反 整個腳形 就變成好像 走進一柱 很漂亮 其實說起來 穿高跟鞋有個不好處 就是腳枕也會很厲害 對 腳枕會比較厚 因為長期受壓 而且腳趾位 很多時候穿高跟鞋 你都知道是尖尖的 後面我兩隻 一般都會有腳眼 其實腳眼都會很劇痛 對 因為她的腳眼中心點都很深 你一劇痛起來 其實要去看醫生 各方面 其實漂亮 但就要付出代價 對 除了硬著痛之外 其實令到腳跟的受力都很重要 沒錯 還有一件事 我相信就是 去到小腿 腳筋都會很容易燃出來 對 腳筋也是因為穿高跟鞋而形成 嗯 所以按摩的情況 絕對不可以少 沒錯 按摩可以幫它舒緩腳筋 對 血循環令它不會太軟 嗯 所以像剛才你做的手勢一樣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多一點 幫助血循環 幫助血循環 對 其實說回 很多時候 腳已經是人體最低的一個部位 很多時候 有時候 可能 清潔衛生那方面 都會不會太重視 是的 很多時候有些女士 腳痕多 男士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忽略了的時候 其實有腳痕會令到你 細菌滋身 或者你不去做衛生清潔 消毒的程序 忽略了它 它有細菌 感染到真菌的話 其實很容易會變灰甲 很多病甲的出現 嗯 那你譬如 會不會都遇到 有時候這樣的顧客 其實遇到我們 我們美甲店一般 都未必會跟他做的 是的 我們即時會 叫他看醫生 或者會不會 看了醫生 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些真菌 這樣保障他 和保障美甲師 因為他用手跟他做的 嗯 其實健康和衛生都很重要 如果你想漂亮的時間 你起碼要先跟著最終的源頭 然後再去修護就會更好 其實說到尾 一句說到尾 最重要的是 你也要愛惜自己 除了臉去見人之外 其實手手腳腳也要見人 所以什麼時候 就要像Eva這樣說 兩至三個星期左右 你就要做一次護理 令到出進血液循環的時候 又不會出賣了你的年齡 加上也可以保持著 一對滋印的手 跟別人握手啊 或者是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都會更加展示自己漂亮的一面 是啊 今天很開心 多謝請到Eva上來 和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怎樣去護理手部和腳部 今天Pearl Nail & Beauty 送出手足護理套票一份 和400元現金券 總值10萬元 觀眾只需要電郵到 gram and beauty at aplus510.com.hk 註明索取 Pearl Nail & Beauty 手足護理套票一份 和400元現金券 留下你的聲明 聯絡電話和身份證 以作核對 經電腦抽籤之後 獲獎者將會有專人聯絡 今天的時間又夠了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下次見